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我們在前面介紹了這個有理數、無理數 介紹成法公式 然後在無理數裡面當然很大的一個部分就是有根號 關於根號的計算我們在國中可能就有學過 根號使用比如說指數率的時候會怎麼用 以及就是標準化根式要怎麼做 那高中的話你會在一些講義裡面看到他也有附這樣的題目 是算複習啦 我們在這裡先介紹新的東西 就是如果我有一個根號裡面又有一個根號的話 他有一個機會可以被改寫成 就是這個雙重根號被拆開來的感覺 如果今天9加根號56然後開根號 可以被改寫成根號A加根號B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第二層根號會不見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到說如果是A平方開根號 然後你又確定A是正的話 那的確這個平方和根號就可以移除掉 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你要確定A是正的 所以他如果可以開成根號A加根號B的話 代表其實你的9加根號56呢 應該可以被寫成根號A加根號B的平方 所以才使得他這個平方跟外面這層根號就互相取消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把這個根號A加根號B的平方展開 它會是這個平方加兩倍這個這個加這個平方 其中根號A平方是A 根號B平方也是B 那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兩個都變回沒有根號的整數的狀態了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合併在前面寫A加B 然後呢兩倍的根號AB 那寫成這樣有什麼用呢? 我們實際上就用這個例子來看 對不對? 我為了要湊到這個什麼加兩倍根號什麼 那你留意一下這裡有一個兩倍 是我們做這個流程的關鍵 所以我必須把9加根號56弄出這個兩倍根號多少 所以56要能夠被提出來 在外面有2的話它其實在根號裡面是乘以4 所以我把4提到外面才會有2 那所以56除以14剩14 9加根號56是9加2根號14 於是我去思考 我知道了 如果我可以找到 有兩個數字合起來是9 而且乘起來是14的話 就可以說我9加根號56就是9加2根號14 就被視為是根號這個加根號這個的平方 拿兩個數字加起來是9乘起來是14 它有點像我們在做因式分解 對不對? 加起來是常數項 加起來是一次項 乘起來是常數項 所以你就會找到說 原來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多寫一部 它是根號7加根號2的平方 9加根號14是根號7加根號2的平方 所以這樣平方跟那個根號就會殺掉 那這樣子我們就把這個9加根號54開出了這個雙層根號裡面 可以嗎? 那如果有看懂的話 就來做做看這個例子 自己按暫停做一下 如果沒有看懂我就利用這個例子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根號的5減根號24 為了要能夠順利的拆開來變兩個根號 我必須讓它裡面變成一個什麼的平方 這兩個東西必須要怎麼樣呢? 加起來是5 乘起來呢? 注意喔 乘起來不是24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還沒有產生這個2 所以我必須要做的第一步是把它變成 24要提出來 4提出來外面才會有2 所以裡面是變根號6 所以我要尋找的是兩個數字加起來是5 乘起來是6 哪兩個數字加起來是5乘起來是6 答案是2和3 那這裡是減的喔 所以我們這個括號裡這裡是減的開出來 這裡也會是減的 可以嗎?就是你 那個a平加b平減2ab 所以我們這個減這裡是減2b 那麼我們做成平方的時候是 那所以我再把它開出來 就會帶有一個減號 那在這裡要注意一點喔 我的答案不是根號2減根號3 因為我們的根號這個東西它 它本質上一定要是正的 可是根號2減根號3是負的 所以你這裡要寫的是根號3減根號2 OK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挑戰看看 我就直接講了 根號2加根號3 那你第一個步驟呢 關鍵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要有這個2 所以說 它這裡沒有2對不對 我們剛才的56是4的倍數都可以抽2出來 24也是4的倍數都可以抽2出來 那你在這裡就遇到一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這個3沒有2可以抽出來怎麼辦 印給它有2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做的第一個動作其實是 就是說分子分母同乘2的意思 你也可以說我把它整個乘2再除2 那你要注意 你不能只有在根號3前面寫2 你這個2也要乘到2變成4 OK那這樣子上面就可以 音式分解了 那如果有同學 他這個國中的根號的計算 學的不紮實的話 那我在這裡說明一下 就是說根號本身呢 根號A呢它其實是A的2分之一次 這件事情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你可以一開始你假如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假設它是A的框框次 那因為我們根號A的定義 到底什麼是根號A 它其實就是在講說有一個數字 自己乘自己會是A 也就是說有一個數字 平方了之後是A的話 那麼這個數字就是A的平方根 我們講的根英文root 它其實是指方乘4的解 就是追根究底是多少這樣子 那平方根就是X平方是5的話 X就是5的平方根 那我們現在知道說5的平方根 其實會有正有負2根 如果是4的平方根就正負2 9的平方根就正負3 那5的平方根呢 我們就說它是 根號5本身被定義為一定要正的 所以5的平方根就是正的或負的根號5 所以說再回到我剛剛講那句話 就是說平方根 就是說根號A 它的定義就是說這個數字 如果自己乘自己會變回A 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當我把根號A 設成是A的框框次的話 根據定義 那麼A的框框次 平方完應該要變回A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麼根據指數率A的框框次的平方 等於是A的2乘框框次 A本身是A的一次 所以你就會得到2框框等於1 框框等於1 2分之1 建立在這個根號是2分之1的基礎上 我們可以得到 所以你說如果今天有根號的2分之3 那這會是怎麼樣呢 它等於是2分之3的2分之1次 那所以根據指數率 它可以被寫成2的2分之1次 和3的2分之1次 所以它會是 根號2分之根號3 也就是說啊 根號的A分之B 可以拆成兩個根號 一個在分母一個在分子 那你說喔我知道了就是可以拆 但是我們還是要了解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為什麼 你才能夠知道說 根號3乘根號2 是根號6 但是根號3加根號2 不是根號5喔 就是說根據指數率 你就知道它哪一個可以哪一個不可以 因為這是3的2分之1次嘛 乘以2的2分之1次嘛 那這個A的N次乘B的N次 是A乘B的N次啊 所以它就是3乘2之後再2分之1次啊 就是根號6 就是核指數率的 可是如果是3的3的2分之1次加2的2分之1次呢 指數率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沒有 不會變成是5的2分之1次 好回來這裡齁 那所以說在這裡呢 我可以把它拆開來變成 根號2分之根號的4加2根號3 我們那個分母都先放著不理它齁 它可以被變成是 如果你不嫌麻煩 你可以多寫一部齁 就是我寫在上面這裡啦 它可以被變成是 根號的什麼的平方 加根號的什麼的平方齁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在做的事情啊 把這個 那這兩個要放什麼 要放那個 加起來是4 乘起來是3的 可以嗎 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覺得 好像有道理 可是好像有點亂 趕快那個往前點齁 重看一次 可以嗎 從前面這裡開始看下來 就是說我們一旦湊到這裡有2 一旦湊到這裡有2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就是 去尋找兩個數字加起來是這個整數 那你找到了之後 比如說我們找到3跟1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說它是 這個東西可是 根號3加 根號1的平方 結果呢 就是會把這個平方跟這個根號消掉 所以如果你剛才 這個動作你已經有點熟了 我們這個可以不要寫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寫這樣子 根號3加根號1 那因為根號1是1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寫這樣 所以把它標準化的話 上下同層根號2 2分之根號6加根號2 這樣子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根號的4加根號12 說化成小數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小數點之前的整數部分叫做A 小數點之後的小數部分 是包含就0點多這樣子 叫做B 那請問A跟B是多少呢 那其實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 根號的4加根號12 拆開來 這個我都稱它為拆雙重根號啦 會做的話自己按暫停寫一下 我們就直接做了 所以第一步要做什麼呢 要把4提出來 它會變成根號的4加 提出來變成2 根號3 那這個 於是兩個數字加起來是4乘起來是3 就是根號3和根號1 老師蠻沒創意的 出到數字都一樣 因為不想算太大的數字 那這一題其實是要帶大家做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它的整數部分 所以我現在要去背根號3是多少嗎 我要按計算機嗎 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 估一個根號大概是多少 這個國中其實就會練習 就是只要我們對於完全平方數有一點印象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就超過3了嘛 所以其實根號3是1點多 如果今天你要講究一點 你想問我說1點多 那1點多多少 那我可以跟你說你怎麼估到下一位呢 我們如果今天要找根號3對不對 它其實是根號的1百分之300 沒有問題吧 那你把100提出來是10分之根號300 所以我們現在改去找這個根號300 哪一個數字平方完接近300 那你會發現17平方289 18平方324 所以它是17點多 還要除以10啊 對不對 所以它是1點7多 所以根號3是1點7多 附帶一題而已啦 這題用不到 那所以說我現在知道 根號3是1點多加1嘛 所以它其實會是一個2點多的數字 這樣可以嗎 所以整數部分呢 就是2啦 重點在這個小數部分呢 你始終是要去把點多給我算出來的吧 不需要 哈哈 因為我們只要做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整個數字是根號3加1吧 結果你跟我說整數部分是2吧 所以根號3加1 扣掉整數部分就是小數部分了 可以嗎 扣掉整數部分就是小數部分 這是它的這個答案 那你仔細想一想你就會發現 因為這個1只有提供整數而已嘛 所以其實這個根號3-1呢 它其實就是根號3的小數 因為1不提供小數嘛 所以你只要去找根號3的小數 它也只是一個近視值啊 畢竟根號3是一個無理數嘛 按理說它是無窮無盡寫不完的嘛 所以除非今天題目真的要你按計算機 告訴我小數後4位 否則其實你問我小數部分是多少 根號3-1才是最正確的那個答案 對不對 因為你不管打幾位都是近視而已嘛 反而根號3-1就是根號3-1 它沒有近視它就是它 對不對 來回答這個第三格 所以說1分之1減掉這個 那會是什麼 根號3-1分之1減掉 注意喔 A加B把整數部分加回小數部分 就加到了原本的這個 根號3加1上 分之1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謂的標準化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集 也大家要複習一下古宗教的標準化 如果你的分母是 像我們剛才說分母有一個根號2的話 那我們是上下同乘這個根號2 讓它變成2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的分母是有 根號3加-1 你如果乘根號3 會把這個變3 可是又會把這個再變根號3 那你始終都有一個根號在分母 所以我們要乘的不是根號3 是要利用乘法公式 A加B乘A-B 是A平方-B平方 這樣子所有的根號 都會因為平方的變回整數 所以我們根號3-1 要乘的是根號3加1 上下同乘根號3加1 它就會變成是 上面先寫根號3加1 下面是根號3-1 乘根號3加1 剛剛說的 是A平方-B平方 所以是3-1 那之後我們再做這個動作 都不會講那麼多 那麼細了 因為這個是國中教過的 上下同乘根號3-1 所以會變成是 也是3-1 那因為他們的分母都變2 放一起 所以是根號3加1 再減掉根號3 注意這裡會復復得證 所以最後變成是2分之2 那我們再繼續加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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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喔 來吧 來吧 先來吧